歡迎回來 我在這裡吃 帶你玩 今天是我們台南三十七區景點的 家裡篇 那我們來到家裡的第一個景點是 波提娃藝術蛋糕 藝術蛋糕觀光工廠 蛋糕观光工厂的全区导览图 它是从这边进去然后绕一圈出来 感觉有点像是在卖东西的观光工厂 今天是礼拜六 感觉这边没什么人来 因为家里这边景点其实没有几个 所以我找了三个景点要一起去 很蓝的感觉 很像来到建湖山的感觉吧 剥提娃艺术蛋糕观光工厂 他叫比提娃你不试字吗 这是台南的百家豪店之一 有这个芒果牛奶3Q饼 我们会不会是唯一一组客人啊 因为他们有员工在做面包 所以他们观光工厂的意思就是 来跟他们在做面包的感觉 而且没有很大 你说这起起滴滴滴吗 那个是小小小鞭 啊他是怎样呢 没有要请投票请问他这种下方留言 这种 这个小朋友会吓到吧 这样子到这边一段而已 然后现场有他们在卖面包的店家 棒蛋糕的教学啊 这边进来总是有点观光工厂的感觉 介绍蛋糕的地方 设计的有点像是街道 然后每间商店会介绍不一样的东西 像这边就是做什么烘焙常用的原物料啊 隔壁就是教你怎么认识蛋糕啊 这边就有一间像是卖面包的实体店面 这个整个就是台南37区 刚好可以呼应我们这次的计划 我们要把整个台南每一区都拍三个景点 跟三项吃的这样 像我们现在就是在家里在这边 马舵的旁边 他有贴出一些台南各地产的东西啊 然后当地的水果 后币区 哈比区这样有后币瓜 讲反了 后币区这样有哈密瓜 今天虽然是礼拜六 但是他们这边的营业区感觉没什么人 应该说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是第一组客人 不想要吃 要买啊 我赶什么料啊 我也要帮你买啊 他还有草莓的耶 你有市场有吗 没有啊 我只是讲 好多种口味哦 越吃越焦 有这种新鲜蛋糕啊 蛋黄酥啊 蛋卷啊 月饼都有 还蛮多东西的 也有这种中式的大便啊 也就是一个销售部的感觉 你买什么的 焦糖的 焦糖 阿米苏的巧克力杏莲片 这好像很好吃 想哪 小时候超越买这个来吃的 来吃马卡龙 超甜 这块也是很好吃耶 很香耶 菠萝奶油牛角酥 这是 Ice cream Ice cream 焦糖Ice cream 哇 它好大一个哦 那你贴到多少 我觉得有多忙呆 你吃东西也是很呆 料多吗 好吃吗 好吃吗 我还没吃到 你好吃个屁 我说看起来好吃啊 好吃 好吃 太甜 太甜 你觉得蛮甜的 这有点太甜 我会咋喜欢 我会咋喜欢 就是人工的床 所以用那种不当季的床 那里面 都收拾 我应该用八十块 我应该六十五吧 没有好像一样八十吧 没有那么快 好像六十五 你再会那个手 就试试看 哈哈哈哈 应该六十五而已 我们从这个公共工厂出来了 我们进去到出来 都没有看到人 从头到尾就一个店员 跟几个做面包的师傅 这样而已 可是我们的口罩也有戴好哦 这个景点 比较算是 你路过家里 可以来买个蛋糕 啊它那个 铜锣冰淇淋 我觉得也收手 所以这个景点 不是很OK 小推啦 有推到哦 小推 为什么推 推一下啦 纯推冷气 冷气不错 第二站来到了这个 骁龙文化园区 旁边有一个 糖糖的冰店 骁龙这边就是 有点像是 古糖糖 仓库里面 有分一个区一个区的 我刚看到这个人 他 他狗在跟他讲话 我还以为 他在跟认识的讲话 这是一头鹿耶 好像是说你的 这个布可以用十二块鹿角去换 或是十六张鹿皮 这种鹿皮 就可以去换一个这种棉布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觉得是真的吗 我觉得你是真的 骁龙在以前 他整个台南地区 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像是 热兰遮城啊 荷兰管 荷兰碉堡 跟麻豆社 跟骁龙社 这边算是 一个原住民的吉社 我去干嘛 他们在干嘛 我看一下 哈哈哈哈 哪里来 彼小 他在文森啦 哪里有写 在刺青啊 西拉雅男人 在他们的身上 磕这种蝌蚪文字 哦 所以这个是在文森啊 那 漏乱详细有的没有的 他们是在刺青好吗 刺青 以前在台南西拉雅图 是分别住在这四个社 然后随着很多汉人大量的 来台拓肯之后 就有点压缩到他们 居住的地方 台江内海是有水的 就是现在的市政府那边 它原本是一个 台湾的地方 然后后来用填土把它填起来 所以才有现在的安眠区 四坎 应该是在现在图上 那个荷兰碉堡的位置 啊这个图的这边是东边 这边是北边 这边是西面 哦它方向是这样哦 开船过来的时候 是面像这边 这边是东边 哦所以他们是从外海进来这样 对对对 热兰洲城是安平古堡嘛 对对对 然后再到四坎楼 四坎楼在这边啊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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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北边是家里这边嘛 跟东边的麻豆这样 对对 哦 还蛮多场馆 但是都是没有开的 礼拜三到礼拜天 但是今天是礼拜六啊 哦它整个园区还蛮大的 它还有这个铁柜区跟徒步区 目前有展的可能是A6 A7 可能A11而已 整个园区我们总快晚了 但是虽然今天是礼拜六 但是它开的场馆没有几间 刚刚那边有一个电影院 黑档小朋友看电影 大概以后都会放一些冰原历险记啊 然后他是放整部 那里面冷气也没有很凉 进去受不了 这就是用一张纸慢慢剪剪剪剪出来的啊 它有两种呈现的方式 一个就是本身 另外一个就是用光打下去之后 变后面那个影 不一样啊真的 对 因为它那个阴影会变成另外一个图案 好强啊 这个也是用剪的吗 对 试试看是剪 这个什么剪啊 诶真的它是贴纸 然后剪完贴在白纸上面 诶 这个也很夸张 这很像毛诶 有时候会看不出来哪个是吊折的 哪个是倒影诶 这边就是感觉很像石谷 简易版的石谷 但是它不是像石谷那样 石谷就像是碗的地方 这边有点像是伯二的 那种展览的管的感觉 但是它今天的展有点少 可以配合附近其他的景点 路过进来走一走这样子 对 那我们玩我们第三个点前进吧 这种就很适合下午的时候 带小朋友来跑一跑啊 走一走 然后吹吹风 来这间家里的糖厂冰品 吃个冰 没错啦 它里面卖的这些东西 就跟仁德虎山啊 上挖糖厂 糖厂统一的冰店 卖的东西都差不多 有雪糕啊 冰棒啊 冰淇淋这样 台长的家庭杀式 好酷喔 台长的家庭杀式 要不要买瓶来喝喝看 瓶的15块 超级便宜 买了一个红豆牛奶冰 这个红豆牛奶冰在他们的 台长的冰店好像都有卖 红豆 红豆不会很甜 但是还蛮绵的 加上这个 牛奶冰箱 掰掰 冰淇淋 他有卖冰淇淋红茶 有啊 可以 牛奶冰 然后加红茶 买了一瓶 台长的家庭杀式 我们来喝喝看 跟黑松的有什么不一样吧 他比较像是那种 沙士糖的感觉 但是 没有很甜 鹽巴味道很较重 但是一块15块非常的激掉 我觉得蛮好喝 我觉得蛮好喝的 你说他这样 他很像沙士糖的味道 你说 沙士糖的味道 那你怎么把上去有啊 对就是那个沙士糖的味道 喝起来一模一样 很严哦 这应该是台湾公司都有 对 下一站来到了这个 蕭龙北投阳的文化馆 他大概就是这样 很简单的一个景点 非常简单 我们进去走走 进来就有点像是一个 以前聚落的遗址 做一些以前遗址的介绍 因为家里这边真的没有什么景点 所以 硬找出来的这三个景点 大家有来家里的时候可以逛一下 但是说真的都还蛮普通的 像这边有个聚落的自行车道 但是应该是没有租假车的 可以来租啦 这边比较像是一个地方 一样性的景点 这里面进来就有一些 以前他们这边的介绍啊 希拉雅族的一些文化介绍 然后一些讲解 北投阳就是希拉雅他们 在蕭龙这边的故地 这边有像刚刚那个北投阳文化馆 它有个高脚屋 但是我没有看到高脚屋啊 结果高脚屋在这边 就有点年久失修的感觉 可能没有经费整理吧 这个以前都可能都还可以参观 但是现在有点 杂草重生 这间也是啊 今天是他们的荷兰景 但是现在 今天是礼拜六 他们也都是门锁着 没办法参观这样 家里的景点大概就这样而已 因为我要来之前 特别查了一下 家里有哪些景点 勉强才查到这个 但是这三个景点 其实认真算下来 都不太需要特意跑来这边 要回去北部的话 经过你可能下来麻豆 下来家里吃东西的话 可以下来走一走 那能去的大概就是 那个蕭龙五花园区 其他这两个就比较普通一点 今天我们大概就这样子啊 那如果有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帮我按个喜欢帮我按个订阅 喜欢我这个系列 台南37区的话 那请留言跟我讲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啦 那我们下次见 掰掰 封面喔在这边喔 好那就用你啦 平安 欸对 Culver 别人 有你的 无论 我先见过